10月CPI同比上涨3.8% 涨幅创7年来新高 猪肉价格上涨是主因 确保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不受影响 不能因物价上涨影响学生公餐质量 物价涨了民生怎么稳 央视财经评论稍后开评 周末好 欢迎您收看 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 我是张琳 今天我们来关注最新的物价变化情况 演播室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 国家发改委市场与价格所研究员 郭立岩和央视财经评论员刘哥 欢迎两位 那国家统计局是最新发布了数据显示 10月份的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同比上涨了3.8% 那这个涨幅创下了近7年来的新高 不出意外的是 其中主要上涨的就是食品价格 涨幅是15.5% 那其中猪肉的价格同比上涨了101.3% 环比上涨了20.1% 无疑是影响CPI的主要因素 那么目前市场上的猪肉价格波动情况怎么样 我们先跟随记者一起到北京的市场上去了解一下 早上8点正是新发地市场交易的高峰期 但是肉类销售大厅却略显冷清 比上周向来两块钱吧 个22吧 平均价 去年也就是七八块钱的价钱 销售量减少了 减少了最少的30% 去年你想想这会儿我们一天卖个十来头吧 现在也就个七八头 商户说今年八九月份以后 白条猪的价格不断创新高 对需求的抑制作用明显显现 十月份新发地市场日均上市量为1227头 比九月份下降26% 比较去年同期下降37% 尽管日均上市量下降到近几年同期的最低点 但是每天运抵市场的白条猪 仍然存在发不出去而返场的现象 与此同时 近期大量冷冻猪肉 开始进入北京地区的冷酷和批发市场 也分流了一些熟食加工厂 餐饮企业和企事业单位食堂的购买需求 冷鲜肉的供应压力减弱 因此价格出现回落 业内人士表示猪肉价格要实现实质性下降 还是要等到生猪产能的恢复 资金 保险 土地和运输等多方面的支持 属于长效政策 对产能的恢复起到的有利的支持 养殖者的生产积极性进一步提升 若未来疫情稳定 年底前产能有望触底回升 那么2020年的下半年将会迎来供应的逐步恢复 10月份的数据一出来 有人说这个物价的涨幅简直逆天了 但是我们看到其中领涨的主角 依然是猪肉的价格 其实剔除猪肉的价格 可能其他的价格的涨幅并不是那么的明显 所以我们先来说一说 到底该怎么样看待和分析 最新的CPI的数据的一个变化 我认为这个月的数据来看 肉类价格的这个涨幅是进一步扩大的 短期的这个影响是比较明显的 首先来说就是从数据上来看 基本上猪肉现在对CPI同比的影响 在三分之二左右 对环比的影响有九成 如果我们加上那些跟猪肉消费有相关替代的 其他的肉类都在加入其中的话 对于CPI同比的这个 它的影响可能在四分之三左右 对于环比的影响就接近于95%左右了 那么这个背后就说明 目前为止肉类的相关的 这种结构性上涨的压力 其实是这个月CPI变化背后最主要的一个因素 这里面调研有一个新的情况 跟大家还是要交流一下 就是当前市场调研发现 有商业的母猪不去出栏了 变成能反母猪的特点 那么当期其实是减少了一定的出栏量 把它变成了有效的产能 再去未来的一段时机再去生养小猪 所以这也是短期推升了一下缺口 使得价格有上行 但是可能它会形成未来的一个有效攻击 那么目前来看 肉类的结构性上涨 其实对CPI本月的影响 那么短期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你的关键词依然是短期影响 是 刘老师怎么看 可以说是肉价主导了物价 那么这个非常的明显 但是现在猪肉上涨这么快 这个价格真的是不能轻视 因为我看了一下数据 就是我们现在猪肉占到中国人的肉的六成左右 尤其在南方一些地方 尤其西南这样的一些省份 这个比率会更高 而且由于饮食习惯 就是这样的一些因素 它导致它猪肉刚性还非常强 你看我们现在猪肉上涨的价格 远远高出其他肉类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那么也就是说大量的人群 因为价格的因素 因为饮食习惯的问题 所以它对于猪肉的依赖性还是非常强 还是刚需 所以那么现在来讲 如果要说持续了一段时间 而且不断地上涨 它已经对一些低收入人群的生活 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对 我其实看到相关的热点话题之下 有很多的评论 我今天看到了有一个 应该是个大学生网友 他说现在食堂不光猪肉涨 其他的跟着涨 也不知道跟猪有啥关系 的确我们看到最新的数据里边显示 像这个蓄肉类和禽肉类的价格 也都是在上涨的 这完全是因为猪肉价格影响的带动 那包括猪肉价格在内的这些肉价的上涨 要持续多久 对 这个事情我们还是要盘点一下 就是当前的这个明显的结构上涨来源 它影响的范围到底有多大 这是大家都在关心的嘛 对于这个相关的学生食堂 我们也调研过相关的一些菜品 主要还是以肉类为原材料 或者是含肉的一类的菜品的成本 是在上升的 所以导致的 那么相关的 刚才主持人讲了 像蓄肉类 禽肉类相关的 还包括前期的一些蛋类 跟它有相关的价格也在涨 但是这个月的数据 大家也观测到 蛋的环比其实是转负的 而且我们调研的时候发现 最近水产品的这个价格 其实它的环比是负的 而且也在下降 那么如果是有一些学校的食堂 它是位于到水产品 比较供应比较发达的地区 这个白肉类 对于红肉类的替代 现在是加快的 那么是有利于这类的 就是稳住的价格的 不过总体上来看 肉类价格之间 它因为有消费替代性 所以价格还是有一个 相关的传导的影响 但是像是鸡肉 还有禽肉的 它的出兰周期是比较短的 所以相对而言 这个传导幅度 没有猪肉本身大 所以其实你也说到的是 现在我们看到 包括中央各地政府 应对这个物价上涨 都在出台各种一些措施 我们看到在11月6号召开的 我们看到是中央和国务院 常务会议就提出了 要确保市场供应 规范市场秩序 遏制部分产品价格 过快上涨的势头 而各地要全面启动 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 与物价上涨挂钩的 这样一个联动机制 确保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 刚才刘老师也说到了 这个猪肉价格上涨 您可能觉得受影响 最大的这个群体 就是困难群众 那包括现在 我们如果说这个上涨的趋势 短期还不能去扭转的话 我们在保障民生方面 应该怎么做 的确 现在我们按照现在的估计 就是说这个猪肉的价格 在出于高位呢 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因为一个猪猪周期的话呢 怎么有三四年的时间 而且这一次的话呢 就是说它的这个 能反母猪的下降比较多 所以呢可能这个时间 还会更加延长 但是呢现在呢 可能我们更多的呢 就是重点放在 对于一些重点人群的补贴上面 也就是说尤其是 比如说是像一些 往来讲的 就是说可能像这个 有一些低收入的地方 它对猪肉的依赖性 非常的强 还有一些 比如说学校 那么我们现在 在农村的小学里面 都有这个午餐补贴 那么这个补贴呢 那可能现在 就要发生一些变化 一方面呢 我们通过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蛋类啊 奶类啊 或者是海产品啊 这样的话 有一些补贴 但是呢 因为有一些地方呢 它这个饮食习惯 的确是非常的顽强 所以呢那可能就是 对于一些学校里面的 学生的营养状况 基于这样的一个 营养的这种补充 所以的话呢 要提高补贴 那么要精准地 把这些补贴呢 投放到最需要 这个营养的 这样的一个重点人群里面 我觉得呢 现在可能就是说 我们从一段时间里面 那么再 从这个角度来说 来解决 猪肉涨价的问题 你说到的学生这一点 我们也注意到了啊 最近这个全国农村 义务教育学生 营养改善计划 领导小组办公室 是发布了 2019年第四号预警 提醒各地各校 要加强原材料采购管理 在保证采购质量的前提下 降低采购成本 确保每一分钱 都吃到学生嘴里 让学生吃饱吃好 不能因为物价上涨 而以次充好 影响共餐质量 那其实因为 为什么要提到这个 尤其是农村地区的 这些学生啊 因为我们也注意到 这次数据有一个变化 就是分区域来看 10月份的这个CPI 城市的涨幅是3.5% 而农村的涨幅是4.6% 就是它是高于城市的 这样一个涨幅的 所以这种情况 是怎么样出现的 刚才我们说到的 这样一些这种预警 是不是跟这个也有关系 它是有一定关系的 因为农村地区跟城市相比 它的恩格尔系数 就是相对于食品等 生活必需品所占的这个比重 很税率又高的 那么当前呢 刚才我们讨论了很多 像肉类的部分食品的 结构性上涨的压力 那么使得CPI的波动率上升 那这样呢 就会使得食品 尤其是肉类占比比较高的 这类区域的CPI的 这个波动率会有上升 就是主持人你讲的 可能农村的这个CPI 会有上升 但是农村的CPI 高于城市的这个CPI呢 那其实也在其他月份 也是出现的 只是这个月呢 高得明显 那么跟这个背后的 结构性上涨的力量 是非常相关的 那这个里面想说一点啊 其实猪价上涨的 结构性的这个情况 结果在这里 我们要千方百计的是减少 对一类特定人群的 它的这种影响 使得他们的生活水平 不至于因为猪肉肉价的 上涨而下降 这里面特别想跟大家解释的 就是当前呢 正在按机制启动 我们在按时足额来发放 对特殊人群的 尤其是低收入人群的 这个价格临时补贴 像是拿抚恤金的人群啊 城乡的低保的人群 那么的特困人群 都在发放的范围 那么据我们现在讲的数据啊 已经是从年初以来 大部分的省市 都已经启动了 那么有的省市全省 有的省市呢 是部分地市 目前合计了是55亿 55亿的这个金额 涉及到刚才我们谈的 这类人群有2.2亿人次的 一个发放的利率 就是这个补贴的力度 我不知道该怎么来衡量 它到底有多大 具体到每一个人身上 对于它来说 是不是足够的呢 这个地方有个情况 因为这类补贴呢 它是属地由地基市 或者有的地方是省一同桌 来下放的地基市来下放的 那么呢 跟相应地区的 它的这个财力的状况啊 经济发展水平都有一定相关 不过我们当时设计 这条机制的时候 是有一个底线机制的 就是按月足额发放 是有一个底线标准的 那么相关而言 财力水平比较高的地区 您可以扩大人群 提高一定的幅度 所以呢 对于这个具体的发放的 这个额度呢 可能还是每个地区 有一定的差别 但基本上目前来讲 下达的这个2.2亿人群 就按照当时设定的 对特困人群 低收入人群的 这个价格临时补贴机制 已经在全面落地启动了 那面对现在这样的情况 补贴是最主要的 一个应对措施吗 因为可能补贴 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 因为不可能 我们在每一个人头上 都按照大家的 吃肉的这个水平 来进行补贴 那么这个补贴呢 还是我说的 就是重点人群 就是说我们现在呢 去年呢 全国的出栏母猪 是6900多万头 差不多正好是 这个每两个人吃一头猪 中国人是这个量 猪肉的占比非常的高 那么如果现在 还是按照去年 每一个人大概平均 一个月吃7斤肉 猪肉 猪肉的这样的价格呢 那可能对一些家庭来说 每个月可能要多出一两百块 支出一两百块钱的这个 那么这个呢 对于大部分的 城市家庭来说 问题不大 但是呢 就是对于一些 收入低收入的家庭 对于尤其是 我们现在就是讲到 就是说不能够让一些 由于这个我们的 补餐补贴 所牵扯的这些孩子们 和这些学生们 就是他们的营养状况 不能够因为物价的上涨 而最后呢 导致这个不够 所以呢就是说 重点呢 能够把这一部分人群 照顾到 那么我觉得呢 这也就是说 应对现在目前的这个肉价上涨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们现在一直说各种政策 我们强调精准失策 像刚才我们说到了 目前一个是困难群众 尤其是现在我们刚才说到 农村的这个涨幅是高于城市的 那针对农村这部分群众的这种需求 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些更加应对的一些措施 是 刚才也是在说啊 我们认为啊 物价上涨 最重要的还是要兜底保障民生 那么对于这类的人群 我们我个人认为 现在还要做到 那么要使得我们覆盖城乡的菜篮子工程 一定要提挡升级 它不仅设计城市 它还涉及到广大的城乡 包括农村地区 菜篮子工程呢 提挡升级 包括我们生活必须的这些重要的农副食品 当然里面有猪肉 还包括鲜果 鲜菜等等的这些 不仅是能吃得到 还能吃得好 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品质的提升 来够缓解人们对于相关的这个需求量的这个上升 这个整个的过程嘛 菜篮子整个工程当中啊 我们从八九十年一直建立 各个地区在建设菜篮子相关的一些工程的过程当中 积累很多经验 很重要的像是鲜活农副产品运输通道啊 这个绿数通道的体系 那我个人认为在未来啊 为了保障更好的城乡 尤其是乡村的这些 那可能它要扩为 要更多的这个食品 鲜活食品要纳入到这个范围当中 给更好的保障 使得那供应能够通达 质量能够提升 那么优质优价 它会成为一个良性的循环 对 所以相对于补贴来说 我们现在另外一只抓手 更要去注重如何保障 这些重要农产品的市场供应 对 因为现在呢 其实我们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十年前相比呢 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 在2007年的时候呢 也经历过一个肉价 猪肉价格的剧烈上涨 但那个时候呢 更多的都是 个体的农户的养猪海很多 但是现在呢 这个大量的都是这个企业 和一些专业的大户 他们在养殖 那么另外呢 就是说我们现在整个的这种 其他的蛋白 包括水产品啊 包括一些禽类啊 它的养殖方式 也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 所以呢 我是觉得就是说 可能以前我们更多的强调粮食安全 现在呢 我们要把大实物观要加进来 那么大实物观呢 是什么呢 就是说综合考虑呢 就是说在目前的这种新的生产方式上面 如何去保证大家的各类的农产品的保障 包括肉 包括蛋 还有蔬菜等等 其他的这种农产品 大实物观 好的 那面对物价的这轮上涨 如何出十招 吻名声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欢迎回来 央视财经评论 今晚我们关注了十月份最新的物价变化情况 那么面对物价的上涨 如何确保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不受影响 是我们最为关心的 物价涨了 名声更要稳 那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锁定央视财经频道 更多精彩 我们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